在即将提醒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 人格权独立成编对人格权进行了系统的规范 这被视为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一大亮点和创造 人格权独立成编有着怎样的原因和意义 日前全国人大法工委专家回应相关话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师副主任石鸿介绍 人格权独立成编原因之一是现实的需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 人格权保护领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 新问题需要更详细的规则解释 首先一个新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人格权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我们传统理解的人格权是什么呢 生命权 健康权 但现在我们说近20年出现很多新型的人格权 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饮食权 还有刚才大家关注问到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包括还有我们的声音的保护问题 这是新型的人格权也需要加以保护 第二个什么就是涉及的人格权的关系越来越复杂 就是人格权它和其他权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它要在保护当中要权肯不同的社会关系 比如说我们说在生命权的保护当中 它可能涉及一个遗体和器官捐赠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在民运权的保护当中 可能涉及和您比较关注的舆议监督的关系问题 那么在个人信息的保护当中 它可能涉及和信息自由流通的关系问题 这些关系很复杂 靠一句话是写不清楚的 所以它需要更为详细的规则 同时石鸿表示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侵犯人格权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后果也越来越严重 需要有针对性的规范 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例 点心的是民意权 民意权的传统媒体和现在的网络媒体相比起来 如果是侵犯了一个人的民意权的话 那么通过网络的方式迅速地及时地大范围地 会伤害权利人的民运 所以它那个亲爱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 后果越来越严重 当然我们讲因为网络的发展 这个大家知道 我们说网络的谣言 网络暴力 包括人人搜索 这些新型的侵犯人格权的方式也出现了 那么这些需要我们说通过法律 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 史虹介绍 这次民法典草案中有人格权编 这是一般在国外大陆法系的国家的民法典中所没有的 也体现中国越来越重视人格的权利和保护 它确实是我们国家民法典当中的一个亮点 也是一个制度创新 也是和其他国家民法典不完全一样的地方 这算一个特色 从2018年8月份 民法典各分边 第一次拯救议员开始 包括在各自常委的时间当中 绝大多数意见都是认可人格权独立成编的 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 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 都将会极大的促进对人格权的保护